摩托车这种东西有两种人特别喜欢 一种确实是有在不需要 而另一种就是对速度有着极致的追求 时下传统的烧油的摩托车 时速已经能够突破670公里每小时 可燃油摩托车在未来必然会被新能源所取代 如今电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已经可以突破400公里每小时 而且正在向着更高的时速进发 由英国制造的WMC250EV 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两轮电动摩托车 这辆摩托车的外形相当独特 上下两层结构看起来就像一个横着的X 它之所以会有这种怪异的造型 主要是来自于摩托车中央的风管 这辆摩托车的中间是中空的 你站在车头就能够看到车尾 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当摩托车高速行驶时 迎面撞上的风会直接从风管通过 而不会被车头分开 这样它的空气阻力就降低了70% 不过想要驾驶这辆摩托车 你可能要以一个非常尴尬的姿势撅在车里 头还要伸进风挡 WMC250EV是一辆冲击速度的概念车 未来的量产车型肯定不会让你撅着其 它会变得更加的舒服 而且未来它还可以使用氢燃料既有速度又环保 将来你也可以选择买一辆来感受一下陆地火箭飞驰的感觉